烈二聊世紀 天氣中更新 大家好 我是Reyo 今天來看羅馬人對上波西米亞人 這場比賽是漫遊戰士杯二的比賽 好 先來介紹一下大約出生點位9點鐘方向的 此類選擇到了羅馬人 羅馬人他的文明特性是 他的軍團兵升級輸得很快 可以直接跳過雙手劍兵、長劍兵直接變軍團兵 而且他的步兵鎧角每點一次會有兩倍的效果 所以點了二防比三防其實實際效率的防禦還要高 那我們來看一下史蘭這邊的羅馬的騎兵路線是比較弱一點的 沒有遊俠也沒有大羅馬 但是他的百夫掌是三攻三防的 所以用起來也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羅馬人他的步騎作戰是非常強大的 他的馬攻路線只有城堡時代稍微能用 地龍時代還是得靠步騎作戰作為主力 他的奴炮造價是最便宜的 而且還有這個多重弩可以讓奴炮攻擊速度變快 那羅馬人現在已經是 所有文明都有 奴炮有彈道學的效果的關係 所以羅馬人奴炮已經沒有太多的特色了 但是以實戰上來說 他的價格成本很低 還是可以長行拿來當作一個進攻的手段 那麼接下來看一下YO這邊選擇的文明 YO這邊的文明特性是 他的挖金挖死是免費升級的 而且他的修道院的科技神聖思想 還有這個宗教旁樂 分別是增加血量跟移動速度 升旅的 但是他可以影響到村民身上 可以讓村民的血量更多 而且移動速度更快 採集資源的效率更好 那波西密亞人也是唯一一個 可以在城堡時代研發化學的文明 所以要特別小心他的工兵 攻擊時代工兵囤奴兵 然後轉化學二級射 攻擊力在城堡時代就有八點 甚至城堡時代的火槍兵爆 這個打法也是非常麻煩的 後期他還有超強的榴彈炮 射程非常遠 弱彈範圍非常短 槍兵的部分 打騎兵路線傷害又特別痛 整體來說 波西密亞是非常能打的一個文明 而且他的生旅 在點下金冠技術之後 又可以不用花費黃金 可以研發科技 相當的好用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這張地圖 這張地圖中間有非常大量的野生動物 而且還有黃金 所以在中間如果能吃掉這些大片的路群 那經濟就會很好 但是要怎麼守住這些村民也是個問題 那這張地圖有點像是之前的草原地圖 草原地圖也是野生動物一堆 然後有些人會選擇猛果 然後插箭塔吃野生動物的一個路線 那我覺得這張地圖來說是比較難打一點的 因為你中間的黃金已經要空下來 如果不空下來的話 你只能靠這一點一點的黃金慢慢過火 所以YO可能還是要找個機會 去中間把這個地給站起來 那石頭部分有這張地圖也不是非常非常多 雖然在各個地方就是有 但是這個行軍的路線是有點大 所以這個城堡要趕快挖出來 去站中間的地圖可能會比較重要一點 好那現在YO已經準備要來升封建時代了 那有木開局的路線來看的話 Pushimiya人的優勢並不是那麼大的 反而是羅馬人這邊會比較大一點 但是他有千真的無可勝的採集支援的速度加成 可以看到這邊支援 哇已經慢慢的領先起來了 好史萊已經率先點下了封建時代 YO這邊多了一村 20匹嗎 可能不急喔 哇這村民要越來越多 還是要直接鬼打直城呢 那如果Slan這邊是打風箭的話 就要小心肉馬的快攻 這個地方看起來 YO是沒有黃金可以用的 這邊有塊 那就沒事了 有塊黃金可以用 問題不大 有黃金的話就可以考慮直接打直城囉 好 YO只沈上去 應該是 有機會的 但是現在問題是肉不夠多 只有四個訓養動物 好這裡四村挖石頭 先起打的配置蠻特別的 那Slan看到對手已經為死了 然後這裡補了一個射箭場 那或許有工兵會稍微出一些喔 那 可能還是要找個機會 升城堡石蛋 我覺得工兵應該就會出 那肉馬就不會出了 好這裡兩個人挖金 200塊的黃金 要趕快挖出來才行 Slan也點下了 一級拔木 工兵路線 一級戰 好這裡是五人挖金 右邊這個四級 肯兵工廠 直層路線 沒問題 這裡再補了一個織布技術 欸 這裡點織布升上去嗎 要賣個100的木頭了喔 賣個100的木頭嗎 還是放個 喔再點個料汪技術 好點下城堡帥 YO這邊的路線 應該就是會直接打戰車了 好這邊城堡中心 只能稍微擋下 唉唷這邊走得很極限 這樣就不會被城堡中心給射到了 還可以射到這邊挖石頭的村民 但是Slan這邊一級射 沒有點下的關係 所以這村民血量掉的其實很慢喔 好 YO這邊努力想要挖到650石頭 要挖到650就可以停了 好這邊還在挖 640 夠了650 有了 OK 石頭打標 好 YO升級上去 那目前現階段來看 YO的戰車壓力會給的蠻大的喔 那魯馬倫這邊只能用透過頭石車去壓制喔 那或者是生女的救贖思想 這兩個方法去反制對方的頭石車 所以可以看到Slan應該可以預見到 他會在這裡補修道院 OK 那為什麼是在這裡補呢 這裡補修道院的話 你才可以確保你的黃金來源喔 那如果你是補在家裡的話 光走過去就有一段路了 生女本來就一種速度不快喔 中間的話一定會是變成搶除的一個重要地點喔 好 Slan一上去馬上就點下救贖思想 生女部分趕快出 那是他的生女路線有個問題喔 是沒有終神巡戰制 甚至也沒有神聖思想 招翔方便喔 可能會稍微有點劣勢喔 好 玩到這邊的生女科技可是全滿的 所以這邊如果要打生女戰的話 互相招翔是沒問題 但是血量上來說 Slan可能會有些劣勢喔 好 右邊肉馬還在追逐 YO點下了宗教狂樂 宗教狂樂點下 春迷動速度也變快 好 這裡補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Slan這邊開始挖黃金 好 YO這邊黃金也在補 目前看起來 YO現在還是要打算 先爆個彈車 擠台之後 開始轉容了 應該沒有打算要繼續 爆太多兵力 現在已經看到雙修道院的情況下 再繼續爆彈車 就是一個不 不太明智的選擇 好 好 而且已經有這個投死車了 好 但是YO率先點下了 贖罪思想 好 這邊招翔有機會嗎 洛馬過來打個一下 有機會拿到生女 漂亮 但是兩隻洛馬也被送掉了 這人這一波的洛馬 還有再出 這邊很想用清奇病去反制 這邊的生女 好 但是YO這邊已經可以點贖罪思想 十人已經挖出了城堡 直接來壓寶防守 這一波 還有尷尬 石頭 差一百耶 一百石頭要買賣嗎 有四級嗎 有吧 有四級 但是他沒有打算要買 沒有打算要買城堡出來 應該是慢的關係 而且就會放數量比較多 所以沒有打算要蓋城堡 好 兩隻勝率往後走 結果還是招翔到了 哇 十人這邊真的是很尷尬 還沒有撿下宗教狂樂 所以可以直接被對方的生女給追上 那城堡直接補在上方的位置 今天生女招翔 用村民稍微擋一下 剛剛是不是斷招翔阿 哇剛剛斷招翔耶 尷尬 剛剛怎麼突然斷掉了 哈哈 玩到這邊生女有點微妙 OK 投資車砸村民 已經排掉了 這一根城堡好像有點難蓋了 好 這邊還有投射牙齒 這裡要蓋起來有點困難嘍 人這波 劍塔反制打得不錯 投射也打到很多村民 好 勝率拉回來幫忙前線的村民 好 這裡想要打算蓋個房子 就是阻止歪歪來蓋 但是看起來有點困難嘍 村民 噢 招翔到後面投資車 投資車反制一下 先拍投車 但是打擦邊球 沒有直接第一波打倒 但是這個紅色的投資車是要打村民 村民拍到了一下 第二發 投車 還是沒有換掉 十任的投資車 哇 這個投資車直接被砸到一堆村民 哇 村民速下降的有點多 但是 責任這邊也是 好 城堡這一波 是兩邊都有做出一個不錯的交換 在左側的部分 彈車來過來騷擾一下 但是這個單材要小心喔 勝率已經過來了 好 兩邊在這個時間點 控圖控的很專心 好 補下了3TC YO開始要開農了 那現在肉類其實穩定性不太夠 那目前看起來有優勢的那一番 是YO這邊有優勢喔 後期如果神戀要轉出百夫掌的話 槍兵也比較好打 就算他在神堡時代打常見兵 也有火槍可以反制 那如果他打滿轟的話 YO已有戰車可以做出反擊的方法 那以壓制力來說的話 Selene這邊可能要趕快要升到地龍時代 才會比較有更多優勢才行 買賣一波 真的要神地王了 那為什麼會變成這樣的結果 是因為 羅馬人 他越脫後期他越沒希望 所以可能要盡早速戰速決 盡可能要趕快到遊戲的後期 好 兩個生女互招 但是YO這邊的生女招輸了 直接變成五隻生女 YO尷尬了 哇 TC也被拆掉 那待會生到地龍時代的羅馬人 巨型頭時機又可以開拆 這就有點難受了 好 YO在野外又多開了一個繩子中心 3TC 只能開農起來了 好 YO現在點下了輪走技術 輪走技術點完 經濟就會好一些 但問題是二級伐木啊 忘記點了 其他山經濟其實並不是那麼的好 而且羅馬人越後期的經濟是越好的 所以現在Selene 有他的優勢 YO則是有科技上的優勢 現在就要來看一下Selene 能不能用經濟淹死YO了 好 地龍時代升上去 巨型頭時機 開拆了 只要我這邊能控制住 而且我還有印刷技術 那我就可以成功壓制你的 打法了 YO看到Selene已經上地龍時代 自己也要趕快升上去 現在下了手推車 但是YO應該是知道自己 現在是有村民的數量優勢的 所以如果這邊可以拖得更久一點 升到地龍時代 這裡化學趕快點 就可以反擊了 化學趕快點 你待會地龍時代升上去 就可以很快產出火炮了 在這裡沒石頭嗎 趕快繼續修 剛剛修過頭了 把血量修滿了 這才停下來 好 YO移上去 也是點森旅科技 印刷技術 騎士思想 神拳陣子 該點的森旅科技 都點了 突然變成一個森旅戰 羅馬人這邊可能要多補一些先騎兵才行 好 這邊是補了一些長槍兵 欸 那是補長槍兵啊 Selene也怕YO也轉七騎兵 結果兩邊都沒有轉七騎兵 都是轉槍兵 這次畫面就有血了 最後是Selene4巨頭 搞定了對方的城堡 這時候火炮才剛出來 孫旅兩邊互招 哇哦 這邊是率先招到兩隻孫旅 但自己也有招到對方的孫旅 現在兩邊孫旅開始生搭彈 甚至槍兵在這邊盧曉 肉馬直接被戳爛 鳥殺 但是巨型頭吸的攻擊還沒有停止 火炮很關鍵 火炮在這邊偷打一下 下面的槍兵趕快補 這裡聖旅 找個機會招搶一下火炮才行 但是Selene這邊聖旅數量不夠多 直接用槍兵上去一戳 有機會戳得掉嗎 這裡聖旅還在招搶 拉了一些戳門過來修理 哇哦這邊修理火炮的話能成功 對於自己的情況來說是相當巨大的優勢 這裡巨型頭吸 又把巨頭打到殘血 哇哦繼續修理 火炮還在被追 現在只能透過聖旅去招搶這些長槍兵 長槍兵還在夠 哇這一波 槍兵很努力 巨頭還在修 火炮 過來打個炮一下 左邊一炮 還需要再兩炮 但是巨頭直接反殺 哇這一波Selene賺了 OK YL這邊很尷尬 後面火炮還在被追殺 現在Selene只能補更多槍兵 去前線幫忙 但是YL遭槍兵越遭越多 奇怪了 明明也沒有按重裝長槍兵的升級 重裝長槍兵雖然會來到了10隻 欸 越遭越多隻了 YL在後面補下一個新的城堡 現在YL是4T機開了 透明書越來越多了 越拖越後期 對於Selene來說 越來越不利 那怎麼辦呢 現在出肉馬 可能也很難反擊 因為對方的槍兵也是越來越多 好結果兩個火炮直接被招攬 一個被打掉 漂亮 這波反擊也炸很好 但是遊戲時間來到40分鐘了 這裡開始進入了Poshimia 最可怕的時間點了 好 來了 這一波反吹回去 榴彈炮 後面很升級 現在只能靠火炮慢慢打 但是現在要進攻來說 對於Selene來說是沒有辦法的 沒有辦法 拆個修道院 就差不多了 火槍也出來了 好 Poshimia 只要點下大神聖戰術的話 火槍的移動速度 也會比較快一點 好這個招翔 直接招掉這隻僧侶 本來自己的火炮差點被招掉 但是很好 這邊控僧侶 控的還是不錯的 巨型頭襲架起來了 這人這邊 利用視野死角 偷偷把巨型頭襲架起來 衝擊火炮 火炮 火炮躲掉 這邊再進攻 有機會判得掉這根城堡 這根城堡掉了 此人可能也要打GG了 原來他基本上沒有辦法 打得贏這些僧侶 還有這個槍兵還有火槍兵 這個兵力搭配已經成形了 基本上不太會遇到太困難的解法 死人要打贏的話 也只能且打且退且珍惜喔 用這個空間換時間 才有機會反打回去 但是目前看起來 將地圖是不允許這樣打 死人直接打出了GG 我們恭喜YO 拿下比賽的勝利 那為什麼這張地圖 不太適合且打且珍惜呢 是因為他的黃金 在這個地方真的太少了 你沒有辦法 脫離這個地方 你只要一旦失去了 就沒得打了 你要在野外 挖自己黃金反擊回去 是有點不切實際的喔 所以只能說 死人這一波 已經盡力了 他已經算是打得很好 但是遇到這個文明 波西米亞 越大越後襲 真的是死人越沒希望了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最後是由YO拿到支援上的全勝 支援與全贏喔 好啦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我們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 首先請示範